好,这里要跟大家介绍的是变形工具的使用方法 首先我们在画面上可以看到 我已经画好的这个图层 那现在大家可以注意看一下 我们在画布的四个角落分别都会有四个裁切线 好,那我等一下会选择的是这个变形工具 好,那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这四个裁切线 它等一下被我缩放之后 它的位置 好,我们盯去这个其中一个间点 去做缩小 当然你也可以去移动你所要的位置 好 好,那接着 我再回到画笔这里 我要帮它进行上色 好,那这时候大家可以发现 因为我旁边会有一个裁切线 其实它会根据我的大小跟着一起缩放 所以这时候 我们先来回复 这时候如果我想要上背景色的话 我们就适合在图层这里再开一个新图层 然后直接在这个图层上面去做背景 好,那接着再把这个图层拉到底部 这样就可以完成我们这一幅作品了 以上就是我们变形工具的使用方法 好,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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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